在香港呢,经营立法会大楼餐厅超过10年的营运商早前是不再续约了 开始由另外一个集团在接手经营 那么经过长达三个月的装修,从9月底已经开始在市营运 装修好了这个立法会餐厅会有什么样的新的亮点 这背后有什么样特别的立法会的文化 继续,我们的本台记者就邀请到的是立法会议员 要带大家去现场看一看 香港立法会餐厅改由维他奶集团旗下的香港美食接手运营 经过不到三个月时间的装修准备工作 9月21号起正式开始失业 富豪卫视记者在媒体称作立法会美食专家的金明莲主席 立法会议员卢伟国带领下来到餐厅先读为快 谢谢,现在我带你来到这个就是我们立法会餐厅的它行区 那么这个是原来旧餐厅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呢,增加了议员的专区 当然对议员来说更方便 而且呢,比较特别的是,两边都有电视 这个电视如果说快会的时候呢 就是霸放这开会的情况 那么我们如果看到上面 还需要我们去会食,马上就去了 能够进来立法会到访客了 应该都可以来这一次吧 明白,那您刚刚说啊 就是这个餐厅也是增加了一个议员的专区 您会否带我们也去看一下呢 好,现在我们去看看议员专区 好的 你好,今天呢,我要吃拉萨汤面 今天要海鲜杂菜拉萨 今天要右面 那么帮我做个特色红豆冰 新餐厅提供港式茶餐以及小吃 餐牌新增了各类菜式饮品 陆韦国指乐建新餐厅特设了议员专区 方便议员及随行宾客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 我们也知道啊,就是立法会的这个餐厅 它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像是一个茶餐厅 但是其实呢,它背后也有很特别的立法会文化 能不能在这方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事实上呢,市民可能比较能看到的 是就是我们的议席堂上 这个政府官员来打问 可是往往呢,真的解决问题了 可是现在议席堂外了 所以有些时候就是在喝杯茶 提个包 然后呢,跟官员坐在这儿 跟其他的业界朋友坐在这儿 谈谈相关问题 如何找出大家共鸣方案 除了立法会餐厅文化 特区政府官员与立法会议员 在立法会进行的前厅交流会 也广受市民津津乐道 本届特区政府更提倡 每月一次举行立法会前厅交流会 而原计划9月进行的第三场前厅交流会 因为疫情延迟到10月5号举行 卢伟国称赞本届特区政府的安排 并期望未来能够恒常举行 我们议员在利用这一个半小时 跟官员说我们是分组 而且是非常自由的 你谈一下这个题目 可能去另外一组 就是发表您对另外一个问题的意见 我参加几组 我看到了大家都非常业练 官员也相对在这个正规的会议上 可能官员能够跟他没有这个顾略的发表 他一些问题的意见 甚至他遇见的困难 那么大家都是共同想办法了 把这个良政善计能够做得更好 富豪卫视金子清香港报道